觀眾朋友晚安您好 歡迎收看1900重點直播 我是新話為您新聞話重點 首先頭條訊息我們帶您關注到 在桃園的大園有狀況 有一輛遊覽車呢 疑似是因為開車恍神 直接衝撞停等紅燈的車輛 而重擊力道之大 還導致其中一名小貨車的駕駛 被夾在車上成了夾心餅乾了 所有車都煞停了 救他直直衝碰的一聲 因為重力加速度 更往前推撞好幾輛車 第一台的砂石車也都往前滑了一下 就在鏡頭沒有拍到的中間車輛 瞬間變成夾心餅乾 其中箱形車的駕駛 腿部第一時間被夾住受傷 緊急送往醫院治療 幸好沒有大礙 26號是一點多 桃園大園的三明路二段 遊覽車駕駛行進這裡時 疑似是恍神了 就這樣前方的車都煞停了 在等紅燈 只有他直直向前衝 結果不僅一路推撞前車 還波及路旁的轎車 造成六車連環狀 本來因為捷運施工到路縮減 平時這個路段就很常回堵 結果這一狀又更塞了 幸好一個小時後狀況排除 但騎車開車真的得要注意前方路況 大家都停車 結果他一個閃神撞成一團 現在車毀損了 還有人受傷 恐怕接下來要面臨 加一加有點驚人的糾場 TVB的新聞廖宗請歇輪 桃園採訪報導 所有車都上跟安全的駕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隧道裡頭 是不可以隨意變換車道跟超車的 但是國道5號雪山隧道 這名駕駛人卻無視法規 七度超車 甚至車速還忽快忽慢的 其他的用路人真的是看了捏了把冷汗 而國5的狀況多在彭山隧道裡頭 也發生了火燒車的事故 進入隧道大家都很遵守交通規則 突然旁邊竄出一輛轎車高速通過 明明前方都沒車 他卻瘋狂變換車道 光我錄到就有七次 七次的變換車道 隧道裡面可以這樣子變換嗎 而且還有兩次 明明前方就沒有車 你還把車速整個慢下來 那如果我們沒有注意的話 沒有保持安全車距 是不是也就撞上去了 這真的太離譜了 隧道內地上都會畫上雙白線 禁止隨意變換車道 他卻我心我素 誇張行徑就發生在國5雪山隧道內 25號凌晨往宜蘭的方向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3條第1項第一款 於道路上蛇行任意變換車道等 違規方式駕車 可處新台幣6000至36000元罰款 要扣牌照6個月 違規點數計3點 不要以為遠景沒看到 或是沒有檢舉影片就沒事 隧道內都會有自動化科技執法 可以計算出車輛速度 逃也逃不了 同樣在隧道國道5號 北向10點9公里處 彭山隧道26號中午12點多 一名車主發現車輛溫度升高 就停在閉車丸內 結果引擎突然起火燃燒 當下他自行下車沒有受傷 消防15分鐘就撲滅火勢 只是這一燒一度造成 彭山隧道封閉 事故排除後 還是造成北上車道 回堵到21公里處 畢竟隧道是密閉空間 用路人真的要特別注意 因為只要一出事 恐怕都會釀醇大禍 TBN新聞檢大成員 身份宜蘭採訪報導 不過昨天一夜誕生 夜在雲林北港也不平靜 發生了火燒車命案 民眾募集火燒車時 這濃濃的黑煙還有烈焰 已經幾乎把車身都吞沒了 而民眾仔細看車裡頭 還躺著一名男子 似乎正在熟睡 實在太不尋常 趕緊通報警銷將人救出 但不幸的是 躺在車上的人 救出時已經沒有了 呼吸幾下 躺在車裡面 陷入昏迷 消防隊員趕緊破窗 把人救出 但人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趕緊送醫 還是宣告不治 後門救護人員 成功接觸患者的時候 停固患者的意識 就已經是呈現OPA的狀態 事發在25號 夜誕節深夜11點多 地點在雲林北港公園路 第一時間是路過民眾 發現車子在冒煙 上前查看 發現無心男子在車內昏迷 也叫不醒 趕緊打119求9 警方事後調查 白色轎車駕駛 30歲的無心男子是一名上班族 疑似有積欠龐大賭債 暴情檢察官相驗後 家屬也沒有意見 只不過深夜火燒車 傳出驚人的爆炸聲響 讓附近的住戶都嚇壞了 TVB新聞 李承宥商聰明 羅維新雲林報導 而再來看到 這街頭的火爆現場 台中一名 計程車司機跟女騎士 爆發了口角衝突 而雙方火氣都很大 未爭一口氣 直接把車停在道路上 當街大吵大盜 而雙方眼看誰也吵不過誰 那麼這名女騎士 就想要找自己的先生來駐鎮 而同時已經阻礙交通了 也有人報警處理 沒想到在遠景協調之下 場面沒有平息下來 越來越火爆 甚至呢 女騎士的先生到場之後 還動手推了計程車司機 好 好 冷靜 冷靜一點啦 我們來處理好不好 冷靜 那一隻小孩你咬我怕 好 我們來處理好不好 小黃問獎一把被 女騎士先生推倒 疊坐在車子旁邊 遠景趕緊出手制止 要男子冷靜一點 知道你很生氣 要冷靜我們來處理好不好 那你怎麼會欺負女人 自己的老婆自己討公道 女騎士的先生不爽 小黃問獎欺負女人 也不管遠景就在場 夫妻親切當街就動手推問獎 但到底什麼原因 夫妻檔槓上了小黃問獎 他擋在我前面 我沒有影響 加油 站加油 加油了 可是他要從旁邊過來 然後再按我喇叭 我就按回去 小黃問獎不滿女騎士 當時騎在快車道 太靠近了 按了聲喇叭 女騎士認為問獎在找麻煩 也回敬按了他喇叭 大家理智先斷裂 直到停等紅燈 小黃問獎就下車理論 女騎士指稱 對方先對他動手 才會打電話給先生 叫老公來助陣 結果氣氛越來越火爆 事發在二十六號中午 地點在台中大多南路 永春東路口 女騎士四十一歲 住姓女子 和四十五歲的歐姓問獎 當街對決 後來又演變成三人混戰 幸好遠景即時到場 沒有讓衝突擴大 但住姓女子和問獎 都受傷送醫 有才來救你 用料有怕嗎 應該有 是沒有很大的救難 好像也確定不怕 警方補充 住姓女子已經提告 只不過從一起行車糾紛 演變成街頭開打 事情越搞越複雜 TV9 蘇泰羅欣 台中報導 觀眾朋友 政治話重點時間 我們要帶您看到 今天是總統的政見 發表會第二輪了 但今天整體的態勢 似乎也是呈現了 藍綠互打 而柯文哲闡述政見 左批藍右批綠的態勢 首先我們帶您關注到的是 按照這一回的順序呢 其實是柯文哲先說的 那麼柯文哲一上台呢 就大談教育政見 並且也針扁線在台灣的高校亂象 他說跟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 比喲他們有四所大學 但是他們的學校呢 都可以年年上全球百大排行榜 而我國的台大 有時候進得了排行榜 有的時候進不了 所以他覺得要聚焦教育政策 並且呢讓政治推出教育 他炮口一轉就直接對準了民進黨 說過去的卡管案 讓一個大學兩年多都沒有校長換了好幾任的教育部長 這難道合理嗎 而去年九合一大選期間呢 其實也爆發了林志堅諸多的論文爭議 他還表示有的官員呢論文有瑕疵 但是官還是越做越大 甚至最後呢民進黨為了來替林志堅辯論 甚至還槓上了台大 他認為政治應該要退出校園 讓教育回歸教育 他也說這論文抄襲案跟卡管案 就是品德教育的最壞示範 把炮口對向了綠營 卡管案 我們很難理解 可以讓台灣大學兩年沒有校長 林志堅的論文抄襲案 在我們台灣竟然是全黨救一人 這是品德教育最爛的示範 劈頭就把炮火對準民進黨 不願在第二場總統政見淪為邊緣人 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催出火力 未來十年 台灣將有40所大學要倒閉 超過6000名老師會失業 這不是一句做功德就可以解決的 柯文哲主席所提出來的教育政見 不是現在政府已經在做 我的陣線裡面也都已經有提出 綠營對手賴清德諷刺 你的教育藍圖是民進黨的現在進行事 柯文哲不甘心再瞄準經濟 對藍綠左右開工 民進黨沒有長期規劃 國民黨也沒有遠見 跟著一起大傻逼 掏空台灣 要許給人民經濟安全 能源更是以大關鍵 柯文哲每天晚上對賴喉 靈魂拷問被已讀不回 這一次帶到機會當面要打案 核電可以說關就關 說開就開嗎 10月的時候你在自己的記者會上說 你不是要競選未來10年 甚至更久的總統 所以迴避這個問題 這代表你沒有長期規劃吧 新興的核能技術 什麼時候可以成熟問世 這個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說 我們必須要考量到 我的任期只有8年 而上次整場忽略 柯文哲的國民黨侯友宜 這一回也加入打科行列 總統政界賴柯侯互相交鋒 柯文哲多了攻勢 不再只讓藍綠對決 而另外一方面藍綠之間彼此也在內政問題方面 雙方互相攻擊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侯友宜 他泡出了治安三件 他認為在民進黨主政的政府之下 縱容詐騙越來越多 而且台灣毒品氾濫 甚至說要學美國的FDA成立台灣版本的棄毒署 來打擊毒品 甚至也批民進黨的黨員斯德不張 成了桃花枯 而且說先前的MeToo風潮呢 性騷擾呢 根本讓他們的搭配不配叫美德配 重炮的抨擊 不過其實賴清德針對侯友宜 在新北市任內的政績也都有攻防 他說520前呢他們會有20萬戶的設宅落地 未來他做8年會蓋更多 還畫風一轉說 侯友宜主導的溫仔盾的這個整個重劃區 如果可以播出5%的土地來蓋設宅 那可以蓋萬戶以上的設宅 如果侯市長在這兒沒有能力做的話 就交由中央來做吧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雙方藍綠之間呢 還是把彼此作為主要的攻擊對象 而除了在內政問題上面交鋒之外 兩岸問題呢也是藍綠之街 兩個光譜的重中之重了 這個賴 侯友宜就說國民黨過去呢是反共 現在卻變成了親共 他說這麼做對得起金國先生嘛 同時侯友宜也回擊說賴清德呢 他的台獨思維是兩岸和平過不去的 萬重山 國民黨史報一個中國的神主牌 以馬英九 趙少康 韓國瑜 朱立倫為首的國民黨 不思如何落實蔣經國先生的路線 卻反其道而行 不但不反共 而且親共 第二次政見發表會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炮口對準國民黨 想用你的魔法對付你 讓全國的民眾來拼拼你 國民黨對得起金國先生嗎 大打一中牌 狂罵國民黨親共 而侯友宜也回擊說好的台獨呢 7年了 你不跟費子業法 你就跟臺灣創空而已嘛 尤其你國國一條 兩岸直行 就是木馬圖成績 我請問臺灣現在的哪一個城被圖了 有時候 邁清德先生 你的台獨的時刻 要記得一下 邁先生 你國的台獨紙 卻是兩岸和平發不去的萬重山 批台獨神主牌一到選舉 就暫時收起來意識形態 這樣完還不夠 再槓年輕人最關心的社會宅 8年任內要推動20萬戶的社會住宅 不會跳票 清德未來也會以8年為期來規劃 總共會有30萬戶 新北市目前正在進行溫子郡的重劃 不願意這樣做 或者是沒有能力這樣做 可以把土地用原價賣給中央 強調綠色執政的8年 社宅數不會跳票 賴上任加碼再蓋30萬 但侯友宜說賴市長 社宅我蓋過你有嗎 你剛剛講社會住宅 我覺得更不以為然 那一市長 賴院長 你當過台南市 又當過行政院院長 你一戶的社會住宅都沒規劃 台南市到現在 是六都唯一 沒有社會會住宅 同意識形態 占到居住正義 雖然說是政見發表 但你踹我一腳 當然也得還你一腳 而現場很多朋友 也說光是政見發表會 就已經足夠精彩了 接下來即將登場的辯論會 藍綠白三方勢必也是火光四射 不過同時我們剛剛看到 由政見闡述 也有透過政見 來供對方彼此過去施政的缺失 或者是弱象 但今天我們也看到三位候選人 也非常積極的向自己的支持者 或者是說比較不支持他的 這一些選民們來招手 就像是柯文哲呢 他爭取希望可以未來在台灣辦奧運 甚至還提出要給四五年級生的一封信 要求他們不要再被綠或者是藍給綁架了 也請他們不要再聽信網路謠言 而同時呢他說銀髮族都可以稱為壯時代 而侯友宜方面呢 他主打的很多社福的政策 似乎就是瞄準了年輕的選票 對於教育對於治安 對於就業很在乎的這個族群 而值得注意的是 他還比出了這個佛光山的 你好我好大家好 還雙手合十 似乎呢也希望可以吸到一些宗教票 來展現這樣的平和的態度 而我們也有觀察到 賴清德在這一次的政見發表會當中呢 其實他也拋出了許多政策福利的利多 甚至也要鼓勵台灣的年輕學子 在未來在政府的補助之下 大家可以走出台灣到海外多看看 摸著胸口仿佛下一跳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百里協文臉帶搶投箱 一登板百年大忌教育與體育大頭針 我會主動爭取2038亞運 以及各種國際賽事 甚至奧運在台灣舉行 各大民調稱霸年輕族群的柯文哲 也訴求青壯年 發出給四五年級的一封信 引用年輕人的憂心 說長輩常常被網路上假訊息洗腦 但藍綠輪流執政 人民還在懷念蔣經國 表示台灣沒進步 網路在傳說柯文哲要逼65歲的人 不能退休 這是謠言 我是說到了65歲 如果你想工作 有能力工作 就可以繼續工作 而侯友宜鬥劇準備最充分 記者會上現學現賣 從佛光山學來首飾 連比了兩次 還欲罷不能 從治安到農民 談到婦女通通自備 手板打率不手軟 看到侯友宜 連手勢都出來 緊接著發言的賴清德 忍不下去 會後還要再補刀 藍綠白 而藍綠白三方 並死之間攻擊好久的 就是賴清德的萬里老家爭議了 先前新北市政府 他們透過航拍圖 來定調說 其實這個好像不是寄存違建 他們定義的是92年的新增建 但是其實民進黨 他們也拿出了這個門牌對照表 還有給新北市政府 給媒體的對照圖 他們主張 這些訊息根本就是造假的 並且主張 這個萬里的賴清德的老家 這一處公寮 其實就是寄存違建 但是新北市政府回應 他說空拍拍的位置 其實是用絕對值的 坐標進行的 有門牌 有人證 舉頭三尺也有衛星 新北市政府把68年這張套圖 套會定位 往左下偏移 要外界仔細看看 根據新北市提供的賴清德老家 航照圖 綠營說明顯68年的中福路 84號定位錯誤 再加碼揪出另一份航照圖 比例有出入 兩個空照圖的比例不一樣 民國94年的圖 比民國75年的圖 小了10% 你可以比例十都不用還原 就比對 特別把兩張圖疊在一起 卓冠廷說75年明顯比94年的 縮小了10% 但若回復比例之後 賴清德老家中福路84號 到底在哪 台灣的地理資訊系統 是跟全球的地理資訊系統 都是一樣 它是不斷的透過網格的變化 以及定位點的變遷 所以每次的參數都不一樣 專家分析 確實可能出現誤差 但新北反擊 是以絕對數值定位 公務局進行投資 判讀的時候 是採用絕對值的坐標進行比對 並非採用可能產生誤差的比例尺 以絕對值定位 現在所見的84號建物位置 在68年的時候是一片樹林 藍營野邦聲援議員王威元 就點民卓冠庭 如果這棟建物是後來新建 敢不敢辭議員負責 而國土署以加入戰局 支持新北市府草率貼上違建標籤 被曠區建物合法轉型 台北縣府已有潛力 新北市府可以依照這精神辦理 108年開始就向內政部反應修法 但是四年過去了法沒有修 而中央已經執政了8年 現在與其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 不如趕緊修法 解決民眾安身立命的迫切問題 中央地方互都要求 賴清德老家一張圖不同解讀 TVS小劉俊楊佩玉台北昌報導 1月13號TVBS新聞網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點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最即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大局底定帶給您現場 第一手觀察 晚上8點政治新局 美中台關係帶給您最順利分析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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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 好 選戰倒數計時 1月13號的TVBS新聞網 包含了在YouTube還有Facebook上面 都會有直播 而且是麻辣松市 從下午3點陪伴您到晚間10節 最即時的開票選情分析 大局底定 而且選後政局的分析 請您要鎖定至於心怡 心話還有舒瑞 所主持的開票特別節目 而再來我們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的是 明年1月份 如果已經年滿19歲的 未服役一男們 你們要注意囉 因為新的兵役法出入境 管理分法上路之後 明年如果您要出國的話 得先申請報備 否則可能會卡在海關 進行出境的申請 那你就會被卡在這裡 一萬兆 一男出境處理辦法第四條 年滿18歲 還沒當兵 元旦之後出國需要申請 而且獲得核准才行 一次最多四個月 30天前就得進行這項手續 這我不知道 都要出國了 然後被卡在這裡 當然沒辦法接受吧 若沒登記 飛機不會等你 但經常發生類似情形 譯證單位 早都備有補救機制登記前 只要來得及 可以線上補申請 初心大意的一男 如果沒有做這個申請 那在機場的現場也可以申請 當然我們是不鼓勵這樣子 因為有的時候 有些一男 他已經被限制出境 他不知道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 在機場他有 好像是高雄吧 他那時候他旁邊就有那個 叫什麼 殯役課是不是 還什麼的 不過那時候的確是 蠻驚恐的 不想打壞 出國好心情 還沒當兵 最好還是先登記 不過除了顧好 義務意義 國防部招募新寫 也投入大量心力 發布招募影片之餘 國防部推出最新募兵利器 建則禮券獎勵 鼓勵阿兵哥 推薦親友報考入營 如果募告的是軍校 政旗班 二級軍官班 大學ROTC等 推薦人 可以獲得國軍福利戰 禮券1000元 順利推薦士官 二專班 專業士官班等 則可獲得 禮券面額2000元 截至11月底 靠著這招 成功招募 17966元 達成率超過百分之百 為了提高招募率 國軍各種招募都來 而國軍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抱家衛國或護衛海疆的第一線 上個禮拜四的海虎前艦 有三名官兵落海失聯 現在已經事發第五天了 目前還是持續的失聯當中 但國軍沒有放棄希望持續的在進行搶救 今天國防部方面呢 也還原了當時事故到底怎麼發生的 其實當時是有11人3批的官兵下海 那第一批的時候其中有人失聯 陸陸續續分三批 其中有教官也下海 希望能夠找回失聯的官兵 沒有想到失去蹤跡的人越來越多 而現在心急如焚的家屬 也透過漁業的廣播電台向大家喊話 希望在附近臨近海域從事漁業作業的漁民朋友們 如果有發現任何蛛絲馬跡都可以進行協助 同時呢也向失蹤的家人喊話 說海水真的很冷快點回來嘛 前艦六名官兵落海三人失聯 國防部首次召開記者會 事發過程一次說明白 21號的時候在上午在前進潛航任務的時候 他發現了他的船尾有異音的狀況 所以他開始實施上符來做檢查 他整個救難符標的蓋板有脫落 那為了避免他這個 鋼纜殘角到他的車頁 所以他派人到縣地區回收這個 處理這個動作 為了回收救難符標 四人初見處理穿好救生衣 寄上安全所 診狀出發 一批圈上去回收的人 四位的人員上面呢 後來落海的部分有三位 那這三位裡面有兩位 是我們現在目前還在學循的人 有一位他的安全所掉著 然後他的安全所沒有發生斷裂 把人給拉回來了 第一批人員就有三人落海 至今兩人下落不明 兵器長目睹過程也出動救援 那第二批上去的就是這個兵器長 那兵器長因為他有看到 他的整個狀況 他就上去去協助他們來處理這些事情 後來他也是因為整個勇抬起來之後 他也掉關在旁邊 還有發生落水的狀況 遙遙動六艦 後來是把他給救回來了 兵器長掉入海中 但安全所沒斷 人有救回來 此時救難組六人上陣 那第三批的人上面上去有六位 這六位是救生組的人 有一位現在目前呢 也是我們正在搜尋的人 另外一位也是由遙遙動六呢 把他給救回來了 其他的四位分別就是 他在整個搜救過程呢 也有受傷的狀況 救難組其中一員為了救人 自己也掉入海中失蹤 七名受傷官兵目前仍在海總治療 目睹三位同袍落海失聯 受到嚴重創傷 軍方表示會加強心理輔導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今天總統蔡英文也特地南下 慰問失聯官兵的家屬 也去慰問在這次事故當中落海的官兵們 那麼這些士官兵呢 雖然命是保住了 但面對的第一線衝擊非常的大 還需要好好地恢復 三名落海官兵失聯 第五天依舊下落不明 家屬心痛發聲 我是海軍落海失蹤者 張朝玉的老婆 請海上經過的船隻多多幫忙 仔細瞭望 看看他們有沒有出現在附近 拜託大家了 張興士官的太太守在軍營等消息 苦等五天 心情難以平復 一軍外面冷回家吧 聽了令人鼻酸 21號中午海虎艦發生意外 過了黃金救援時間72小時後 海軍艦指部下令繼續搜救 再延長72小時 27號將會在家屬出海 到落水點附近繼續找人 希望軍方是不是可以往海流方向 往南下去找 因為之前的案例是 那一個事官在蚵仔鳥找到的 26號下午總統蔡英文再度南下 慰問完失聯海軍的家屬 也趕往海總探視7名獲救的受傷官兵 其中一人手指骨折 幾天前已經開刀手術完 目前正在休養中 而其他人則是皮外傷沒有大礙 但除了身體上的傷勢之外 心靈層面更需要被照顧 總統會持續搜救嗎 會 會持續搜救 他們就是看到總統有受情緒 有比較激動嗎 有家屬在 非常感動 總統給他們加油打氣 其實他們就覺得很不錯 我覺得整個士氣還算很好 三名海軍官兵附海師連第五天 軍方仍不放棄出動陸海空 80架飛機76艘船艦和319部車 總共900多人 在高雄港以南到恆春 以及小琉球沿岸地毯市搜索 希望能夠盡快找到人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而再來關注 今年在彰化西州 發生了鯊魚機的墜疾事故 運安會歷時9個多月的調查之後發現 其實是人為疏失 造成了鯊魚機失事 根據瞭解當時呢 駕駛它的爬升速度不夠 仰腳又太大 飛機確定失速的時候 精液又已經收起來了 所以想要挽救 已經無力回天了 鯊魚機發生意外的經過 它起飛沒多久開始爬升 飛行方向是左轉彎 但是瞬間機頭朝下 旋轉直直降落 高度太低 沒有緩衝拉升的空間 飛機瞬間墜毀 意外發生在3月16號彰化西州 造成教練和日本遊客學員喪命 運安會報告出爐認為是人為操作問題 視野圖畫出 輕航機幾乎是垂直插地 主要在爬升的過程裡面 你必須要壓漆頭 所以壓漆頭就是不要再讓它繼續爬升 所以失速就不會再惡化 但是它並沒有去做這個動作 也是我們講的失速改正的一個程序 速度不足的情況之下 它又收了這件事 我們所講的經歷 失速的狀況更加的惡化 調查報告以照片地圖等影像資料 輔助文字說明 順風飛行俱樂部負責人說 已經看過報告書沒有意見 何時能恢復飛行 他們近代通知 前空軍副司令也仔細看過報告 認為相當仔細 他歸納出五個問題 認為當時飛機剛起飛 高度太低 沒有緩衝的空間 而且油箱滿的機身比較重 正在爬行中速度慢 轉彎又減低了爬升力 還有失速的時候已經收了經驗 經驗它是能夠輔助飛機的生力 經驗能夠減少降低失速的速度 所以這個時候經驗不要那麼早收上 它的失速速度會降低 飛機的可以操縱的安全的範圍更廣 鯊魚機號稱世界速度最快的超輕型飛機 外觀仿鯊魚的流線造型 替不少人圓了翱翔天際的飛行夢 墜機原因調查 派能找到問題避免再發生 讓未來的飛行更安全 TBS新聞 黃國軍無數平台中報導 而再來出國的時候 要顧好自己的行李箱 因為在桃績桃園基節 發生了行李箱砸人的事故 這是一名看護 他回國之後 手上其實隨身攜帶了兩個行李箱 但是大臣手扶梯的時候 一時不察 重心不穩 結果連人帶行李箱摔倒 壓到了七旬的老婦人 導致她身上擦錯傷 而律師也表示了 這樣的人為疏失 可能會失上 故事傷害罪 粉色上衣女子背著後背包 雙手各拖一個行李箱 準備上手扶梯 後面緊跟著一名富人 踩往上沒多久 右邊的大行李箱突然掉下來 砸中富人 這時粉衣女子也重心不穩 往後倒 兩個人雙雙倒地 躺在電扶梯上無法起身 好幾個人上前幫忙 清潔人員趕緊按下緊急停止鍵 才結束這場驚魂祭 事發就在桃績捷運北車站 當時60歲的余姓女子出國回台 要搭計程車回家 行李卻掉落 砸中73歲的馮姓婦人 造成她全身多處擦錯傷 女子說自己當天包了2600元紅包 也趕緊把婦人送到醫院 甚至給了車馬費 對方要求要3萬元和解 儘管可以再賠5000 卻還是破局被提告 最後背衣過世傷害罪 判局20天 一顆罰金2萬元 當時這名富人就像這樣子 推著行李箱 準備要上手扶梯來離開 但是我們到現場實測看看 光是這個小的行李箱 就已經快要佔滿整個階梯的深度了 更何況對於富人 是帶著一個大件跟小件的行李箱 因此相亂危險 到現場走一遭 不少旅客儘管大包小包拖著行李箱 不管大小 甚至還有人輪子已經超出階梯 仍然選擇搭手扶梯 看了讓人捏把冷汗 去統計機場捷運系統 今年度已經發生12件大件行李 從電腑梯上滑落的事件 所以陶傑公司在這邊呼籲 攜帶大件行李的旅客 為了確保自身及其他旅客的安全 搭乘電梯會比較安全 行李箱從手扶梯掉下來是小 但如果真的像這回砸中其他乘客 甚至在高處從階梯掉下來 無論年紀誰都經不起這麼一摔 但是其實不管是機場捷運還是一般的捷運站 或者是台鐵機場 他們通通都有電梯可以搭安全性也比較高 但是往往旅客為了趕時間 就算攜帶著超大的行李箱 他們還是選擇拎著搭手扶梯 這時事故的風險也增加了 威力你出了這個砸票口之後 你要出到外面的話 你會先看到像這樣子的 這個電梯的告示牌 告訴你這個電梯怎麼走 那到底距離有多遠 我們就來實際走一次 其實只要幾秒鐘的時間就可以到達 因為這個路線都是經過規劃的 對旅客來說其實不會太遠 大概要花22秒鐘的時間 我們再把鏡頭轉到台鐵 現場又路牌告訴你怎麼走 以台鐵台北車廠為例 他們要往捷運的電梯 是設計在第九車廂的位置 而我們現在在比較前面的第三車廂 如果要走過去要花多久時間 實際來走一次 走到這邊的確需要花一點時間 而且如果人比較多的話 時間恐怕是更耗時間 在暢通的狀況下需要1分52秒 不管是台鐵高鐵還是捷運 每個站點設計不同 跟電梯距離也不一樣 不過都有明確指標 不難找不複雜 但可以觀察到有些旅客 就算行李很多也寧願搭手服梯 車門一打開趕緊下車 腳步加快 因為稍微慢一點 等一走到電梯的時候 就是滿滿排隊人籠 電梯一趟再不玩就是得等 不過也沒辦法 硬體就是這樣 最久有10分鐘 為了那個是安全考量 所以你按關它也不會關 但是電腦設定的問題還真久 其實人已經進來 那就是讓人家如果按 他真的可以關嘛 他就在那邊就不理 對民眾來說時間非常寶貴 的確目前大眾運輸沒有硬性規定 拉行李箱不能搭手扶梯 不過會勸導現場也有禁語 建議拉大型行李還是坐電梯 畢竟若真的行李太多出了事 省了時間賠償安全 提備別新聞成員人無雅 特別報導 好 詐騙層出不窮 現在看抖音不是滑滑短視頻而已 在抖音上面交友也暗藏著詐騙陷阱 69歲的富人就滑抖音交朋友 而對方就說我報名牌還有標股 讓你知道一起來賺大錢 富人不宜有他會了69萬元 通通進了詐騙集團的口袋 我們現在這些東西都擬了 警方在公園內當場逮捕取款車手 在他的包包內搜出了偽造的工作證 以及假的投資合約書 我一千五千 一千五千喔 不是贏 因為他說我還剛做而已 年僅22歲的車手馬上配合投降 也無奈說出他取款一次才賺五千元 沒想到做沒多久就被逮捕了 日前台中一名七四歲的陳姓阿伯 掉入了網路投資詐騙陷阱 對方聲稱手中有鴻海的股票 可以便宜賣 阿伯馬上就匯出了328萬 沒想到詐騙集團再說需要490萬 他才恍然大悟被騙了 馬上報警 溝通相關的偵查技巧後 陳姓老翁與本分局合力通力 逮貨相關來前來許款的詐欺車手 阿伯與警方合作約出車手面交 將人逮捕後移送法辦 另外還有69歲的富人 遇上的是愛情騙子 你怎麼收拾 網路收拾啊 抖音啦 富人到銀行要匯款50萬 他聲稱在抖音上認識男友 對方邀請他投資美金 不過這個王妮喜歡 我只覺得他是不是騙我 富人堅稱他遇上的是真命天子 對方不會騙人 但怎麼可能還沒見過面就先要錢 警方馬上認定就是詐騙 在警方的耐心圈說下 富人才相信遇上愛情詐騙 成功保住存下的辛苦錢 TVB的新聞李琼 廖反映台中採訪報導 好 說到談戀愛 這年齡不是距離性別 現在也不成問題了 可是如果要你的錢 那就中間可大有學問了 今天我們邀請到我們社會組的記者 佩玉來到我們內 佩玉晚安 喜歡晚安 觀眾朋友晚安 其實詐騙陷阱真的是蠻多的 對啊 而且佩玉今天是幫我們準備 我們剛看到這69歲的富人 也是有少女心網路戀愛 但是如果在網路上面交友 常常都會出現一些怪怪的陷阱 有十大的趨勢跟跡象 佩玉就幫我們好好的來整理一下 對 沒錯 其實愛情詐騙 不只是抖音 IG 臉書等等的 都曾經發生過 那我們就幫大家整理出了 總共有10個陷阱 其中包含第一名最多的 就是自稱自己是一種投資大師 他會說他自己賺了很多錢 要求你來入股 包含說就是會說可以賺了很多錢 並且他的這些錢 都是這些投資而來的 另外第二名呢 是每天用甜言蜜語來關心你 讓你呢對他很熱絡啊 很喜歡他見到曖昧之後 但其實他最後的一個結果 就是跟你要錢 另外還有一種 盜用正妹帥哥的照片 告訴大家說 啊我就是這麼帥就是這麼美 讓大家就喜歡他 但是其實呢你這時候 有沒有可能懷疑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以圖搜圖的方式 去找到那個他的大頭貼的照片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他是不是網路上找來的 還有一種就是聊了沒多久就要來啊 或者是在社群上面狂曬名牌 順富要讓大家說啊我就是很有錢 並且是吸引一些帥哥美女來找他 但是最後他最後還是會跟你借錢 嗯確實喔 常常我們都看到社群交友 特別是我們主播現在都有在經營社群 像是IG或臉書啊 那很多人呢都會說私訊我說 欸我在哪裡哪裡經商 我今天去吃什麼米其林曬豬名表跑車啊 就問說可不可以來交友 但是我就會覺得 嗯都會打上一個很大很大的問號 你說現在網美拍照都要用濾鏡了 那麼這麼高調刻意炫富的人 大家都說才不露白 我都覺得這一些行為都是很可疑的 沒想到都被沛羽說中了 對啊其實還有一些就是他會說他自己很孝順 家人啊朋友啊生病的需要用錢 然後他這個時候呢就會說要營造自己很孝順的形象 就會說家人朋友生病啊需要幫忙治療 所以就要求他說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錢來治療家人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他交往之後曖昧的時候 他就會說你如果愛我你就要傳私密的照片來給我看 並且呢在最後他就會說傳了之後 他竟然是說那如果說你要把這些私密照拿回來 你要給我錢最後發現竟然是一場騙局 現在還有那種認識沒多久就要論及婚嫁 或者是約見面都理由要推脫 其實這種時候呢你只要告訴他說我要跟你見面這時候 但是你如果要見面你其實還是要找朋友來陪你會比較安全 這時候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真的還是假的了 如果要錢一定要特別小心 確實喔除了要朋友陪同之外建議大家可以約在一些 人潮比較多的百貨公司啊或者是電影院啊 人潮眾多如果要求援或是情況有意要趕快 省影趕快走掉的時候也會比較方便 那麼線上有很多朋友呢就說啊網路交友有的時候 鏡頭後面會不會是摳腳的大叔呢 的這威廉開玩笑 那麼也有很多人都會說這網路交友實在是花椒白白種 可是剛剛佩羽幫我們整理的不外乎喔 就這個人如果他心數不振的話 跟你要錢會情緒勒索 如果你愛我就要給我這些私密照 通通都是很NG的行為啦 而耶誕夜呢我們帶你看到在高雄的中央公園 這阿伯也有NG的行為 因為辦耶誕活動碎附近的停車位是一位難求的 那這阿伯居然跑去忍入站位 路邊整排的停車位幾乎都挺滿滿 機車騎士發現一對男女騎著車呢 準備要從停車格出來 接著就看到一位戴著安全帽的 穿著深色上衣的先生 站到了機車停車格上 不讓其他機車進入 真的是讓這一名騎士非常不滿 他不能這樣站位置啊 現在要人肉站位置 人肉站機車位的地點 發生在二十四號周日下午三點多 高雄市中央公園湧進非常多人潮 很多人都是要來目睹二十五尺的 最高的聖誕樹 很多民眾來拍照觀賞機車位 真的一位難求 不過民眾正好發現了機車有停車格 可以停 但是阿伯卻人肉站位 還聲稱對方是說要讓給他們的 事後當事人是在臉書上 PO出行車記錄器分享 警方事後也看到了這段畫面 表示說民眾在人車擁塞的區域 切勿有妨害交通行為 像這樣以身體佔據車位 已經違反道交法 可處三百元罰還 將會主動查處依規定舉發 這時候在大城市裡頭 人肉站位為的就是位子一位難求 可是這樣子似乎影響到大家 對公共資源的使用的公平性了 那就想要請教佩玉 我們看到這種人肉站位 如果是比較惡意的行為的話 那有沒有法規客管呢 其實是有的 其實不只是高雄 台中 台北 雙北 只要你到下班的時間 甚至假日根本找不到位子 這個時候就可能會有人 就叫朋友 家人下去幫忙站位子 但其實這些全部都是處罰的 我們就幫大家來整理到 其實因為我們這個停車位 是屬於道路的部分 而道路的部分 它是在交通平板的道路 鐵路平交道等等的 如果你有人坐在上面 或者是蹲在上面 站在上面 這都是阻礙交通的行為 會被罰新台幣300塊 另外呢如果是有的人 他會拿東西放在道路上 比如說放一些三角墜啊 樹木啊等等 就為了要佔取這個位子 那這個比較高 他會罰1200塊到2400塊 而且他會命令 你一定要把這個障礙給消除 可是大家其實就會好奇說 那這樣子他們有沒有構成強制罪 因為我沒有辦法停 我就只能離開 但其實因為強制罪的時候 要包含說有強暴脅迫 讓你感到害怕 可是這個時候因為你沒有害怕 他也沒有強暴或脅迫你 因此是不構成強制罪的 可是還是要提醒大家了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叫他離開 所以呢我就踩了空檔 並且是催著油門等等的 要求他離開 可是這個時候 你可能自己就會觸罰哦 而是剛剛佩宇 我們這個在新聞的過程當中有特別的聊到 我們今天舉的這個案例 他是在這種公家的道路的停車隔 但是如果在私人的停車隔的話 是不是警察輩輩也按摩能住 對因為私人停車隔 其實就算是發生車禍 我們也都是沒有辦法 都必須要走民視來求償的 因為私人停車場是不屬於道路的一部分 所以也不受道交條例的來管控 嗯 確實 所以如果大家在私人停車場 碰到這種人肉站位的糾紛啊 不小心發生擦撞啊 還是可以報警處理 做一個備案的留底 但很多時候 都要直接進入到民視的磋商 所以奉勸大家 平常呢開車上路的時候 多點耐心 多點同理心 多點功德心 很多我們社會新聞的糾紛呢 就不會發生了 我們今天謝謝佩宇 謝謝 再來呢 我們要帶觀眾朋友來關注到的是 其實很多人都有網購不愉快的經驗 而今天這名消費者呢 他買的是手機的穩定器 但尷尬了 他收貨的時候發現 他手機根本就裝不進去 要求賣家退貨 那麼賣家說 這只是一個消耗品 不願意退錢給他 那麼最後雙方寫上說 好吧 那你就把貨退回來吧 而之後呢 他還花了60塊錢的電到電的運費 他覺得整個消費的過程 讓他覺得權益受損 自拍不管在哪裡都行 很多人呢 為了要自拍 都會買上這樣子的穩定器 不過就有民眾說了 他在網路上買了 裝穩定器的鋁電池之後呢 卻發生了消費糾紛 A小姐說 他在網購平台上 和賣家買了鋁電池 事前有告知賣家尺寸 賣家告知有貨 沒想到拿回來試裝不合 賣家認為是充電器不對 因為電池都有寫規格 A小姐則認為 和他的就是不相符 要求退貨 也已經試過用鐵錘稍微敲一下 凸點 但賣家說用過電池就是不能退 對於A小姐聽了電商平台建議 花60元運費 把東西寄還賣家後 因為使用過商品 店家無法退貨 A小姐在要求 至少把他買的電池退還給他 但賣家請他找電商處理 他堅持東西不還給我 然後我就說那也算是親債 然後他就一直說 沒有 我沒有親債 賣家還沒有給我錢 對此電商平台回應 賣家驗收退貨商品 已經出現毀損無法重新銷售 因此賣家未接受退貨 也將要求賣家 把商品歸還買家 消費者只能夠在一個 檢視的必要範圍之內 來檢視這個商品 那如果說商品確實 有使用的一個狀況 當然會影響到消費者的 一個退貨權利 而消保官也說明 業者若聲稱電池屬於消耗品 不是用七天網購建賞期 則不合規 因為不是用七天建賞期商品 是個人衛生用品 客製化商品或是生鮮商品 而商品所有權 則是看買賣契約 最後有無成立 只是買電池 買到便糾紛 買賣雙方都很難受 特別新聞小獎商會先台報道 而再來買的就不是網購幾百塊的商品了 而是一百多萬兩百萬的特斯拉 有車主買了這個鷹藝門 結果後還發現開啟的時候非常酷炫 看著好 但是使用起來卻發現非常多的BUG 原來可能是原廠車廠出廠設置的時候 似乎尺寸方面出現了一些問題 沒有辦法正常關閉了 而車主想要維修 在雙北市泡了三間車廠 都沒有辦法解決 實在是周車勞頓 去了第四次才修好 耗時了四個月 不過達人也說 因為特斯拉進入台灣的時間 相對美國正式落地的時候比較晚 所以現在協力廠商也沒有這麼多 所以車主不小心買到車王 就會碰到這樣的窘境 買特斯拉Model X 但門卻沒辦法好好的關閉 車主Jack拍影片紀錄 他今年八月才交車 當時就已經發現了陰影門故障 去新莊車廠第二次才知道問題在哪 車廠人員請他到內湖廠修 但內湖車廠人員卻說要到中和 師傅來才能修 於是他自己預約中和車廠 跑了四次三間不同的車廠 終於修好 特斯拉給的理由就是 這個陰影門要關的時候 由於這一片三角窗太過前面 原來是因為陰影門側邊的感應 不斷偵測到太突出的三角窗 才會一直關不上 師傅把三角窗重新裝好 還貼上膠帶 現在膠帶撕下來 還留下一些痕跡 經過一連串的維修過程之後 現在車子把它按下去之後 他的車門就可以緩緩的關閉 而且一次性就可以把它關好 不過這一連串的過程 也讓車主非常麻煩 事實上這個毛病呢 不是只有我這台車 應該有很多的車主 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知道原來要在哪裡修的話 其實上告訴我們預約 哪一個維修站就好了 不需要跑來跑去 其實特斯拉相對於其他品牌的車 是一個比較新的廠牌在台灣 所以他們的比較吃的技師 可能沒有辦法空時間 一直固定待在某一間車廠裡面 達人分析Model X的感應 要十分精密 才不會開門意外碰撞或損傷 只要差那幾公分 可能就會造成故障 也要足夠經驗的維修技師 檢修才能看出端倪 台灣車主要維修 恐怕也要多點耐心 鐵北新聞 什麼叫曹燦人台北採訪報導 好 確實喔 特斯拉這個酷炫的 因應們的設計 大家覺得給幾分呢 那威廉也說 買手機有機網 買車戶有車網 買房會不會也碰到狀況呢 所以呢 其實在做所有的消費決策的時候呢 維護權益 那麼有良好的售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消費者真的要睜大眼睛 那Bob Tran也說 車門的調整是很有學問的 他說他過去車廠師傅 都會來調整艱鉅 而再來我們要帶你看到 金馬影帝莫子儀 有新作品了 單一盞聚光燈對著麥克風 喃喃自語 披著黑白般文大衣的金馬影帝莫子儀 驚喜獻聲餐館 協助伴奏的是鋼琴家黃玉祥 以及音樂製作人日經江雨仁 背後還有調整大師鄭義倫協助 跨界合作全是為了音樂沈浸快閃劇場 就是我們上次去太平山 我跟小莫去太平山採集的時候 我們在民宿裡面 然後他幫我放日經江雨仁的一首歌 對 那時候是講春夏秋冬四季 對… Live的 然後我就聽到喔 我就說可以喔 這可以玩點什麼東西 故事以愛麗絲夢有先進 和小王子當基本下購 兩個童話故事相互交織 勾勒出其中如夢境般的飄飄然 也反映現代人對現實生活的 種種感觸 我們其實都一直在試著 就是走出劇場之外 可以有什麼可能性 音樂跟文字 或者說樂曲本身它是 就是很特別 就是它可以不受時空的限制 怎麼下來我們要做很多新 其實注入很多新的元素在裡面 讓客人更有感 搭配符合劇情 打造了儀品和小點 再靠燈光帶出氛圍 讓在場觀眾勝利其盡 最末年終來一場感官之旅 台北市警方抓通氣犯 警專的學弟出腳相助 大馬路上還有車輛經過 頭戴帽子的黑衣男也不怕被撞 快速跑過馬路跨越分隔島 對面斑馬線上 卻突然有人先出腳 當場把他絆倒 我不知道我什麼地方要看 原來這名男子身背兩條通氣 日常在台北市旺方醫院附近 看到巡邏遠景 心虛拔腿狂奔 才剛跑過馬路就被攔下 而攔下他的是他們 警民警專學生當天一起出門來晚餐 見到學長需要幫忙 二話不說給予協助 看到學長 他的名底 騎著警用機車追逐他的民眾 那民眾就來回跨越分隔島 那學長就必須繞到路口才能追他 那民眾就往我們所在的巷子跑過來 然後我們就剛好就看到 然後我就伸出我的腳 然後就這樣半倒 抓著他的左手 把他的左關節往下壓 控制他的手 因為學校當時有教綜合逮捕這項課程 所以我們都知道 該怎麼有效的去控制逃跑的民眾 或是嫌疑犯 他們都是警專二年級的學生 年僅二十歲 當時沒想太多 心裡顧慮的施的監視 因為那時候其實蠻多 媽媽帶著小孩的 就當下想的是 就是民眾可能會有受傷害的可能性 運用手學發揮在日常生活中 這回還沒畢業協助逮捕通緝犯 也成了這些學生從警路上 最寶貴的經驗 體會先黃金國加曼台的報導 而新北市主委捷運站外 其實沒禮讓行人被開單 還罵警察是民眾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幫我簽個名 我不會強迫 我沒有強迫你 被員警攔查開罰 騎士心有不甘 簽了名卻講出這句話 民眾啊 你錄音啊你要告我 你說什麼民眾 原來前一刻員警在附近巡邏 看到這名騎著紅色機車的白衣男子 明明看到前方斑馬線上有心人 還是從中間穿過去 我趕快炸車好像已經停不住了 停了車白衣騎士才正要解釋 那你要斑馬線的時候 你還是要慢慢騎吧 那你要讓他先過吧 你還是最後你還是過來啦 騎士表示自己已經結束 但當下沒有禮讓就是沒禮讓 你有沒有看到我剛剛在那邊 要停下來了 可是沒有停下來 我在想說暫停了 你還是過了 年約45歲的林姓男子 經過斑馬線 沒禮讓行人先行 當場被取締 沒想到他一氣之下 侮辱警察是米蟲騎車落跑 原警這下沒有放過他 再辦他一個妨害公務 嫌犯落網之後 法官裁罰五千元 也就是他不僅要繳交通罰單 妨害公務設計新法 也得付出代價 回到事發現場 新北市淡水逐圍捷運站外 這邊車流量大 穿越馬路的行人也不少 騎機車駕駛進口斑馬線的時候 都要禮讓行人先行 如果只有減速沒有停讓 從人群當中穿越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被認定交通違規 這罰單非常的重 還要上道安檔期 淡水警方表示 這一年就開除了 一千三百八十一張的 為禮讓行人罰單 其中捷運逐圍站 捷運淡水站外 都是違規熱點 但仔細觀察 有些行人走路沒看路 邊走邊滑手機 甚至慢慢散步到處都是 騎士們在斑馬線旁邊 停一整排等等好無奈 為了禮讓得花個十幾二十秒 但再不耐煩還是別闖過去 否則搶了幾秒鐘 挨罰單傷荷包 怎麼算都不划算 TVBS 鳳姐 聽不懂